歡迎收看 收看 《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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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痛苦只有你我才懂 對呀 我們都是 換老闆 所以你想 換老闆 沒有 我都給我跳 唱歌 唱歌 唱歌順不住了 你要唱歌 唱歌吧 我不敢上歌 不敢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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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愛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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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參加三個隊伍 首先介紹我們的統統隊 統統 很愛的統統 還有我們的建國哥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愛哲 帥 緊接著來介紹我們的 袁浩隊 還有我們賽制的袁浩 還有馬龍姐 引起我們的領導員 是的 那今天我們一開始的第一個單元 我們考的是意志題 意志題 在節目一開始之前 我們趕快把兩隊的願望卡 寫下 是的 今天的願望卡好好寫一下 當然要狠的嘛 一定要狠 這樣才有意義 對啊 好 3 快啦 應該是有字不會寫 對 10 時間到 請兩隊把你的願望卡 放到你的願望帶裡面 第一題 我們請看 第一個提示 剛剛 請搶答 人物嗎 人 我不能告訴你 當兵代表人嘛 有道理耶 對啊 他是我們台灣 算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的人選 而且他是 對 厲害 第一題就對得好可怕 第一題就答對 你就可以回家了 不可能 太有自信了 鋼盔 那一定跟當兵有關係啊 我覺得一定跟當兵 或者是跟戰爭 雷恩 對 那到底是什麼 如果我猜拿破崙呢 也可以啊 為什麼要猜拿破崙呢 拿破崙 因為有戰場嘛 對啊 拿破崙是不是 你要猜哪一個 拿破崙好了 拿破崙 對 不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提示 是什麼 陳隆 請搶答 陳隆跟王力宏 有演過一部電影叫 大B小將 大B小將 那陳隆出來那就會有 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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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對 不對 不對啦 天啊 陳隆就脫離不了房主民 他兒子 他兒子 然後他兒子最近要去當兵 沒有 陳隆沒有當兵 然後生下的房主民 媽媽的想像力很不錯耶 對 有同歸你 不一定是一定有當 媽媽一定會想到兒子啦 對不對 房主民 對 不對 好難喔 對 到底是什麼啦 我們馬上來看 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什麼啊 綁殺機嗎 綁殺支付機 請搶答 原號隊 好 我知道我講給大家好不好 好 道遠信心滿滿力挺花木蘭到底 帶著答案究竟會不會讓他在因果裡翻船 呢 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什麼 仿殺機嗎 仿殺支付機 請搶答 好 我知道 我講給大家好不好 為什麼 花木蘭有可能 花木蘭從軍 然後她在從軍裡面 一定也有武打 然後她也是女生會仿殺 有可能 然後她裡面卡通裡面 有一隻龍 是不是 不錯 有可能 花木蘭不錯 真的 花木蘭 花木蘭對不對 很瘋到 很瘋 異次題 第一題的正解就是 花木蘭 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第一個 他知道 父親接到 透了他的文書盔獎 決定代父從軍 沒錯 這是我們的第一個 好感人 第二個提示 文龍 1999年動畫電影 花木蘭 以及插曲男子漢演唱 就是我們的這個 木蘭紫漢的配音 對 跟那隻龍沒有關係 是的 自己 緊接著 我補充一下那個 基柱聲就是仿殺技能的聲音 對 對 沒錯 然後呢 最後一個提示是 是趙薇 2010年1月8日的電影 花木蘭 主角由趙薇所飾演 所以我們第一集的正解就是 花木蘭 緊接著我們來到一字題的第二題 我們請看第一個提示 蠟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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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不是歐美的 兩隊請搶答 有話隊 在裡面有很多很多有名的人物 像比方說一些美國總統 姚明 明星 姚明也有 明星幾乎都有 郭富城也有 對不對 還有偉大的搖滾巨型 還有Michael Jackson 所以你到底要猜誰 到底要猜誰 所以你到底要是 好 猜Michael Jackson嗎 蠟像館裡面有 Michael Jackson 對 不對 我們要猜紅色答案 木光之城那個殭屍 不是 那個吸血鬼啦 吸血鬼 吸血鬼 男主角 為什麼呢 因為 就很明顯嘛 他就穿著吸血鬼而已 對啊 對啊 他叫做什麼羅丁派什麼 派金森 羅丁派林森 對 不對 蠟像館 我們請看第二個提示 蠟像館 藍寶石 藍寶石 兩隊請猜答 藍寶石 桶桶隊請做答 鐵鐵達尼 海洋之星 對 Jack 鐵達尼 鐵達尼 不能穿 他是人物 人物 凱特溫斯蕾 好 妳先好了 凱特溫斯蕾 對 凱特溫斯蕾 對 不對 對 妳要對 請就來 誰要你都很好吃 戴安娜王妃 對啊 戴安娜王妃 她在蠟像館好像有她的蠟像 有 她是黃妃 應該會有非常多的寶石 就是智光寶氣的 對 所以妳覺得是戴安娜王妃 戴安娜王妃對不對 來 錯 緊接著我們來看第三個提示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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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請搶答 Yes 劉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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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她要組成一個飛音三叔 她組成一個飛音三叔 各位 請看一下她的這個 對 燕子 她有沒有搞清楚 搞錯 還珠一樣 還珠合嗎 小燕子 趙薇 答案就是趙薇 小燕子也有可能是安苡萱 對 對 就安苡萱 不然都會直接 不是嗎 不定主意 安苡萱 會不會是成龍 因為她眼光燕為 聶瑋夫 成龍隊 有可能 成龍隊 成龍隊 好 你們就猜請 成龍大哥 對 不對 我們這裡有答案 有了 我要解釋一下 超合理的 珠哥亮 為什麼 保石嗎 非常的華麗又亮麗 對 沒有亮子 然後 她跟她燕子 她的女兒是誰 謝金燕 謝金燕 合不合理 是不是 珠哥亮 對 不對 感覺人機比較厲害 對 我們的這個意志題的 第二題 第一個題是 辣人 珠哥亮 1994年電影 新少林舞組的片中 飾演了雞婆大師 又稱 辣人 藍寶石 藍寶石的提示是在第二個 原本在演藝圈的大佬楊登葵 在高雄藍寶石大歌廳大雜 因為主持人生病了臨時缺席 先往 先往 快 就是他 對 對 對 這就是我們意志題的第二題 正經就是 豬哥亮大哥 緊接著 我們來到了第三題 好緊張 兩隊請注意 請看第一個題是 棉襖 棉襖 兩隊 拱力 請搶答 原號隊請做答 拱力 我怎麼覺得比較像蔣宋美玲 不是 都有那個Feel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學拱力 是因為他每次在電影裡面 都是穿的 棉襖 就是中國的美女 然後點紅紅的 然後這樣子在那個鄉下地方這樣 坐著那個牛車 拱力 拱力 對 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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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見過跟你鄉下 我們應該往 那個年代往後推 拱力太現代了 對 因為他一般來說 他不可能穿那種棉襖出去 再鼓一點 一定是 王翔 握冰球裡 對 因為那時候天氣很冷 他必要穿那棉襖 但是他為了要救那個 他要拿那個魚給媽媽媽 對 媽媽媽 我覺得你整個都好有那個 學問 是啊 握冰球裡 王翔對不對 我有答案 我有答案 很可惜 兩隊請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兩隊 請請答 彤彤隊請就答 青青河邊草 誰 那個 沒有那個 那個 金銘 金銘對不對 沒有那個請就答 還是潮閣 他們有演過這個 潮閣 為什麼會有潮閣 為什麼 潮閣有一首歌叫做 那跟棉襖有什麼關係 可能他很喜歡穿棉襖吧 好 潮閣 對不對 神經病的潮閣 我們來看第三個提示是什麼 秦始皇 秦始皇 秦始皇沒錯 我給你們提示 兩隊聽聽 我給你們提示 棉襖 梁住 稀釋夫妻 秦始皇 兩隊請作答 同學 鄧江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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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他 對 那長城是 那為什麼不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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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自猜 孟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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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江女對不對 孟江女 孟江女 你太好了 我跟你講 第四個出來我也會猜 你每次 是的 我們的一字題 第三題正確的解答就是 孟江女 我們回到前面的提示 第一個提示是 真的一位怕冷 她是秦始皇時期的一名女子 在新婚之夜 丈夫泛起兩輩抓去修長城 孟江女她不惜的萬禮 為丈夫 原來如此 了解 第二個提示 民間故事相傳 七世夫妻第一次即為孟江女 與她的丈夫 因為一直無法在一起 所以一直不斷的轉世 第三個提示 第三個提示 秦始皇 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孟江女 驚為天人 遇納孟江女為妾 孟江女要求秦始皇 須致秦皇倒 為這個她的丈夫呢 批麻戴笑 秦始皇答應了 孟江女 捧福屍古 在今孟江女廟廟所在 當場 投海至近 長城 第四個提示 孟江女花了很長的時間 才到了長城 然而最後卻被告知丈夫 已經死了 屍體也被埋在長城之下 孟江女奉身大哭 最終 好 兩隊第一回合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兩隊的成績 第一回合 統統隊的成績是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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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好 分數就好 緊接著元昊隊的成績是 10分 是的 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可以回到超級一點通 是你 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是 生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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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妻要發揮 人妻要發揮 第二回合會是娛樂題 今天來一個生活題 好不好 主播 誰想生活你 娛樂會播戲也要會生活 兩隊請聽清楚了 生活題的第一題 網友票選 最不能接受的外遇對象 前五名 兩隊幾場答 好同隊請做答 好姐妹 情何以開呢 真的啊 對不對 對 自己的好姐妹 好朋友有沒有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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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最不能接受的外遇對象 讓艾成脫口說出 最不堪的往日情 淚灑攝影粉 最不能接受的外遇對象 前五名喔 兩隊幾場答 好同隊請做答 好同隊請做答 每個都比你好看啊 我還在標準 比你醜的嗎 好 這標準 真的嗎 好嗎 對啊 它外遇 這種控制只有你我才轉 對啊 我們都是太帥了 你知道嗎 你 你不會了解我 你還沒什麼意思啊 比我醜有沒有 沒有 有 有 也有 太扯了吧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 王瞳 我猜會不會是 正變同事啊 對 如果有一天 你告訴我說你跟艾成在一起 我也沒辦法接受 我的天啊 為什麼 真的對啊 如果你跟袁浩在一起 或者是跟我在一起 學習的話 畢竟我們是同一個 類型的人嘛 對 但你真的擔心太多 不可能喜歡艾成 你還好動陣喔 蛙邊草有沒有 有 蛙邊草 還有嗎 旧情人 對 旧情人 這個我在一起 還在跟旧情人在勾勾丁 對 會搞在一塊 會滿有可能的喔 旧情人 你幹嘛笑我呢 不是 我發現 艾成真的很可愛 他如果都不作詳有時候 表示他真的不知道 他只要講得很 很有興趣笑的 表示他真的發生過 不會啦 旧情人 旧情人 有沒有 幾乎到答對 怎麼這麼稱呼的一個 艾成 因為他碰過四次這種事情啊 真的啊 對啊 會不會同性戀 同性有沒有 有沒有 好厲害喔 同性戀 厲害耶 你真的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現在各位階級朋友觀眾朋友 這次是生活題的第一題 網友票選最不能接受的 外遇對象前五名 這個太厲害了 緊接著來到生活題的第二題 網路票選 狗狗 佳麗洋的狗狗 他取名字的大眾名 前五名 會是什麼呢 請搶答 厲害 沒有就按了就對了 一定有來福 為什麼 你有曾經 有啊 我們現在以前講的狗叫來福 狼狗 而且是狼犬 狼犬叫來福 大型的一定要叫來福 來福 狗來福 對 所以有來福 對 來福有沒有 有 最後一個 有 那現在要猜招地吧 阿財 招財 阿財 阿財有沒有 還有 他們很笨 猜小白嗎 小白 小白 小黑 小黃 黑色 對啊 你們家的狗會叫 人家說 人家說一黑 二黃 三花 四 你看通常我們出去 如果看到野狗 它是黑色的就叫 對啊 白色 小白來 現在看到不理我 是我還是這樣叫 小藍來 我剪不理我 剪掉了 剪掉 所以小白 小白 有沒有 Lucky Lucky 就長得大 Lucky 會有英文嗎 可以嗎 Lucky有沒有 真的有英文 真的有 Lucky 小 那有小白 應該就有小黑 先從小黑 小黑 小黑有沒有 小黑小黃 對 那這樣顏色的 那就再來個小黃 小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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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黑二黃三花四 沒有假小黃 對啊 小黃 小黃有沒有 你們都在猜顏色 真的 你們這兩對 你一來 我一往 兩對表現得都很好 是的 這就是我們 生活題第二題 好 緊接著我們來到 生活題第三題 兩對請聽清楚了 好 緊接著下來 我們的題目是 網路票選 上班的時候 最常想的事情 前五名 這個我 這個題目有意思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一起猜 您上班的時候 都常想些什麼呢 好 兩對請 搶答 我來說 希望可以每天都 週休五日 沒有 每天都放假 我先講一個 不要啦 那個太厲害了 每天都放假 真的 在想每天上班的時候 想每天放假 相信我 什麼 換老闆 等一下 可是我就不想換老闆 我覺得老闆很好啊 等一下 那是你 你剛剛說 你說什麼 換老闆 所以你現在想換掉誰 不要 我看我 你 道遠 你為什麼要這樣 所以你 道遠 他都把自己的習慣講出來 沒有 你猜那個答案是用性命來換的 不是 我覺得 我講一個道遠心裡面的想法 對 你講出來 他每天在工作的時候 都一直想女朋友 其實因為我們有時候 精神壓力大 公力壓力大 是會去想親命的人 對啦 難免 有一個人想總是好的 對 想男女朋友 你好酸喔 想男女朋友有沒有 對 那我真的猜我剛剛想的 好 你先講 我上班的時候就想說 趕快放假 希望每天都放假 對 放長假 週休五日 為什麼不是 週休五日有沒有 沒有 要換猜我的嗎 好 你知道嗎 換老闆 你就讓他換老闆 遇到這一次 因為他換老闆 我沒有是他上班族 然後他 他直接換眼 各位 我們來幫道遠做個預告 好不好 我們大家一起喊 所以你想 換老闆 換老闆 換老闆有沒有 這還真的有什麼東西 真的有 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剩下來這個我就知道了 什麼 等一下晚餐要吃什麼 跟朋友一起吃 很重要的 其實是減壓耶 真的 心情會好很多 對 這個真的常溫 吃飯吃什麼 有沒有 第一名當中很多 被他們全拆光了 第一名 我們這邊有答案嗎 你們沒有沒關係 有啦 什麼時候下班 對 上班是為了要等下班 上班就想下班 有沒有 沒有啦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帶他在工作 要先去想想自己到底 可以為這個公司 或為這個工作 付出什麼 再去想想老闆可以問你付出什麼 對 對 對啦 不過我要說一句話就是說 常常人家在講說 人都是自私的 雖然沒有錯 我們沒有辦法那麼的不外 但是你要想念事情 我們春文是去賺人家的薪水 對啊 或許人家成功是有人家的理由 所以我們是不是能夠 要謙卑一點虛心的受教呢 沒錯 來 緊接著下來就是想男女朋友 不過這一點我覺得難免的 好不好 難免的 但是不要影響工作就好 緊接著 為什麼不是週休日 拜託 哪有這麼好康呢 對 緊接著最後一個就是 中午吃什麼好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地重要 真的 中午好好的吃飯 把體力養殖了 一天的工作 我們好好的把它完成 是第一 但是無論如何 希望大家 在上班的時候還是要專心 好好的工作好不好 好 加油 在這邊報告一下 第二回合兩隊的成績 統統隊得到的是 三十分 元旺隊得到的是 四十五分 對 輸很多 在這邊宣告一下 兩隊兩回合加起來的總成績 統統隊得到的是 三十五分 元旺隊得到的總成績 總共是 五十五分 是的 元旺就是我們今天獲勝的隊伍 是你 來 打開 謝謝 建國歌 背筒筒 站在健康步道上唱歌 安慰 我們 我們是誰 好棒 YES 朦朧的街燈 清淨他 在笑語中 上去 要唱 要唱 要邊打節奏 唱歌 這樣站不住了 來 成哥 我不敢上去 不敢上去 你要站著 站著就好 不要走 不用走 我好想 因為他站不住 他不是要走 因為他... 有機力 他動我 這個 你身體很不好 請他上來 你要輕一點 紅酒的鞋 在清晴天 在笑語中 好厲害 好厲害 可以起來了 他都冒汗耶 是冷汗耶 有沒有發現到的事情 身體不動 是會老化 腦彈不動 是會變笨的 真的 所以我們這唱 李宁童有沒有 會帶給大家很多的 知識性的東西 沒錯 希望大家一定要鎖定我們的節目 記得每天晚上 親的朋友一定要鎖定 我們好看的 CV經營 謝謝 謝謝